新冠疫苗第三针安全性如何 哪些人应该优先打 8月23号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首席科学家张云涛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 国药集团2020年在开展127临床研究时 就已经设计了加强针实验 相关数据近期已经对外公布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 设计的接种程序 包括第三针与第二针间隔56天 在3岁以上人群中 接种3剂后 安全性与耐受性良好 并能够诱导较强的抗体反应 整体的安全性数据还是非常好的 不管是局部的反应和全身的反应 都符合预期和两针的 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一级的一些反应 张云涛表示 在免疫原性方面 接种第三针后 抗体增长的幅度在30%左右 此外国药集团在阿联酋 开展了9300人的加强针研究 第二针与第三针的间隔时间 在6个月左右 安全性数据同样符合预期 且没有严重的不良反应事件 免疫原性结果正在监测过程中 张云涛表示 中国要实现建立群体免疫屏障的目标 当前更重要的还是要应接进阶 完成两剂新冠疫苗接种 降低病毒传播风险 构筑健康免疫屏障 面对传染性更强的变异毒株 从长远角度而言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接种第三剂能更好的强化对抗 新冠病毒的能力 从我们这些数据来看来 应该讲来就是 加强针应该是 这个就是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未来呢 就是根据我们一些研判 和我们另外一些 非典型的成对类的研究的数据来看 那么加强针可能是 在一定时刻 在完成全人群形成免疫屏障 应接进阶的第二针之后呢 应该择机来 应该开展加强针的这个使用 哪些人应当优先接种加强针 张云陶也给出自己的建议 应该是一些特殊人群 比如说60岁以上的老人 还有跟社会经济活动 最密切接触的一部分人群 比如说饮食行业 航空行业 快递小哥等等 我想这些可能是一些特殊的人群 这些人群是优先应该做加强针的 截至8月18号 中国新冠疫苗接种剂次 已突破19亿 张云陶介绍 中国生物针对南非发现变异株 德尔塔变异株的灭活疫苗研发 均在进行中 目前已经向监管部门滚动提交资料 将会在获得批准后 向公众及时公布进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株的资料